這條路不安全呢 如果出到去 不知道會有甚麼經驗 遭遇的話呢 我是不會讓小朋友出去 那些東西 可能是一萬多人的 因為你打下去 慢慢走 爆發 那如果觀察現在已經持續八天了 你估計仲在兩邊的人的狀態是怎樣 我猜大部分的中學生 我猜絕大部分 譬如我當日收拾那些 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那些社工 我已經出來了 那些社工 他們那些 已經看著他們出去了 他們才撿走 我們那些兄弟都出來了 如果在那些 即是校長說 很擔心他們好像很單打獨鬥 其實不是的 現在在網上世界 只要有電 他一定不會單打獨鬥 即是他有很多TG同組 他都知道了 他都盯著了外面的環境 也可能就是他自己 要做一個決定 究竟他想怎樣 那我覺得這幾天我留意得 最明顯的一個徵狀 就是那種對制度 對成人 對校長 對警察 對政府 是保訊人 我猜如果現在留在那一班 其中一個好主義的原因就是 他可能覺得他不能夠全身不同 所以他是擔心的 即是他不能出的 那當然他這種恐懼 你可以說說他不理性 但這個就是他會存活的問題 好 看一看兩位專家聯盟 所以幾過八月之下 張先生 我有一個這樣的打鼻方的說法 就是 他只剩下的幾十位的航生 如果我們理會他們是一隊軍隊 從初幾千人 他們真的是軍隊 可能我們會覺得他們都是軍隊的原因 心理狀況下好像對軍隊有1000人 對他們的精神 走了那班 無論是會當他們是窮人的 好像不死也好 只剩下那幾十人 心理狀況真的覺得很準喪 很焦慮 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出路 可以怎樣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可以給自己一個方法 可以找到一個方法 其實 我想他們現在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你說他們是沒有TG 可能現在是一個風情女生 但是在TG以外的那個 reality 就是世界令他們有很孤獨的 我知道的有些可能是運在不同的地方 將自己所謂的 isolated 可以把自己的方法 把自己的遺憾 可以把自己的遺憾 不想接觸外面任何人 剛才校長說 去到有些是困自己的 不信任何人 這些都是他們的心理狀況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不幫他們的話 他們會揭露高反行 就算出來之後 他們可能跟著的幾層時間 都不是這樣 去走出這些過程 其實是不同的數目 好 看看 身為專家 人家是怎樣 當然 剛才有說過 很多人 很多人 在社會上有一個動力 對社會制度的不信任 他們對院後來 我想也都 剛才這個比喻 其實我都覺得很難的 因為留下來的人 其實可能是有很多的 他在中間經歷過很多事情 他經歷過心理狀況 是他經歷過 我究竟走還是不走 又變成一些 可能他本身是手足 即是同伴的人 走了 沒有了 可能我們也有些人 覺得被背叛 是吧 即是 留下來的話 那我更加 我更加要完成我本身的使命 是吧 所以即是 真是都很難去預測 其實他們最後來的走勢是怎樣的 所以回去 即是 以我所知 即是 也都 有些社工 是吧 其實他們現在都很努力地去 去 即是 躲在不同地方的生意 但是 其實 究竟 是否跟他建立到一個 可信任的關係 或者 是否準備好 其實這些都是 要花長時間 那如果要長時間 那我想問一下 四位 怎樣去解決這件事 你現在已經不是八天了 那是否要一直這樣 繼續包圍下去 那是否要繼續有些 一個不知道多長的時間 但我覺得這件事 應該怎樣去解決 警方是希望 即是和平解決 他們的目標 他們會重重 幾位包圍 有一個節目 如果你們是想和平解決這件事 即是 就我所知 我知道現在 警方包括 警方的情況 都不問一下 即是幾重的 封鎖線 我不是說他們 完全不做 作為執法機構 或者他們 某程度上 覺得需要 去處理 一些違反行為 我想處理上來的時候 可否 用一個比較溫和的方法 或者 起碼在這個認識上 不要被人看到 那感覺是很勤勢 很壓補性 但如果他們看過 譬如說 國師那時候 未必一定要有很多床 人手可能需要多到這麼緊張 相對於 不一定不一定的床 我想都非常誇張 但如果用一個 少一點的 警力去處理 可能他們不想要 學生在或是青年 澳洲中的 可能他們不出來 未來就要自首 因為他們有各個 相對的 或是這樣的 那麼難去集團 所以就結帝 另外怎麼回答 昨天張超雄 他到下午 他也有建議過 他真的有說過 如果大學自己本身 拿回那個管理庭的話 那就可能又會很難的 這個我其實自己 我個人也覺得 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起碼 當然一學生 是否信任校方 這個都要再一段時間 但是起碼好像 我們有一個中間的角色 那就會更好一點 如果大學自己本身 會更好一點 會更好一點 我認為中間人體力 會更好一點 是啊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好的出動 例如說 理大校動會 和理大管理層 應該要積極思考和警方 就是他們幾次接收班校的保安工作 那這個呢 因為其實理大都非要整修 你不可以一路拖下去 那可能校方應該是主動一點 和警方接觸 探討他們可以是 接收班校的保安 是一個比較平常的狀態 那高先生 我自己的一些 可能對他一些的想法 就是我 就上星期已經知道 就是那種的信任 是很差的 就是校長 他和他一樣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很可能 現在不肯出來講班 就是有一次真的 就是害怕到 因為過去那幾個月 又新屋嶺 八三一 他覺得 他一上了車 他們就不肯定 我覺得 就是如果是 就是針對 這一班的朋友來講 我們可不可以 就是 拿到一個條例呢 就是說 我有一個人 一個跟一個 跟著他們去 走完 那個被拘捕的過程 在他旁邊 確認他 不會有人 動他一條頭髮 碰他的耳朵 不會講一些很侮辱性的說話 那麼修容他 那這些是我們 那這些是我們 那這些是思想 天有之意 就是 我是第一個跟著 做這件事 我一個 一個 開一個 我等你 你48個小時 48 72就70 就是如果有人這樣 那些是他們信我的大方 我跟他們一陣子 走這一條路 我會有一些 我會有一些 很可能是走不出來的 好 我們 即是理大那個方面 現在都逐大包圍著 逐大的人在裡面 我們繼續掛著這份的狀況 那我們都希望都 緊接一下 今天我們 剛才我都有提到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今天都是區議會選舉 即是理大事件 一定是由 反修為風火引起的 一個非常大的衝突 到現在都未來 我看到很多大家的情緒 大家的情緒 在那裡的畫面 看到 很多人們 看到這些衝突的場面的時候 那 現在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是區議會選舉 我實在說今天 我們是區議會選舉 我想問一下幾位嘉賓 也就是熟悉精神熱狂心的狀態 投票選舉 用一票去表達問題 是否我都可以 這次是一個可以輸入情緒的出路 幾位嘉賓的問題 例如今早的狀況 到現在都是順利 那是自己觀察的 那是可以 起碼的 對我來說絕對是 因為現在的公正正本身 就是和你非 我們教我們的學生 也都是要在制度上 盡力去做事 而有票可投的 有一點好事 最初我很擔心 就是1.124沒有票投 如果1.124沒有票投 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大災難 所以1.124有票投 那就是 例如我所說 我可以用到手上一票 顯得我們的議員 也都很開心看到 我這麼多的工作出來投票 就是說其實每一個香港人 都很珍惜他們自己 所擁有的投票 那我希望區選 我們的結果是 大家都尊重那個選舉結果 而政府在裡面要 他要看這個選舉結果 是看民意 尊重 有更具體的 是 大張特張 就是大張特張 而這種行動 可以是有創意的 例如我們剛才所說的 會不會是美大的校園 是可以更快交給 有效果去管理 你以後會不會是 有效果去管理 或者跟著我們怎樣處理 現在是拘捕了的人 會不會真的有經驗 試下不捨的行程呢 這些呢 總之 我們不理是有什麼人 投出的條件或者是要求 都不理 不要計 是對家提出 或者我們自己提出 總之 是覺得社會上面 就是我們做一件事 有助是大力 張藝術的時候 是大力的 是大力的 就不要根根計較 你彈出和我彈出那樣的 都不要提出那份面子 那些問題 是覺得應做的 就不可以拿出能力去探討 但如果有同事的時候呢 就去做 不要說 不要說 爆掌